何叔举着枪,他的对面站着四个黑社会 从今多年,他在巴西这片土地上仇敌无数 混混嚣张地表示,何叔这次死定了 花音未落,何叔就扣动了扳机 几个小混混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剩个二货拿着刀,打枪给何叔削个凤梨吃 他又迅速击毙了几个赶来支援的混混 典型的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送 一个冷知识,何叔以前是特种部队的狙击手 直到小混混受了重伤,即便如此 他仍然想倔强地捡起刀,非要给何叔削个凤梨吃 何叔告诉他 社会我何叔,人狠话不多 何叔的巴西半日游结束了,还好比的是枪法 要是比踢足球,我叔就回不来了 哪知刚回到迈阿米,艾瑞克就告诉他 卡姐被人给绑架了 这帮二货,真是让叔操碎了心啊 在上一集中,因为不敌的恶作剧 将卡姐的个人信息和电话号码公布在了网络上 卡姐很快就被犯罪分子给盯上了 小组很快找到了卡姐驾驶的汗马 GPS定位机被绑匪破坏了 车窗也碎了 初步推测,卡姐可能是中了埋伏 可卡姐毕竟是个女警 为什么她一点都没有反抗过的样子 艾瑞克在车头发现了一些反光液体 小狼检测了那些液体,确定是迷药哥罗方 原来卡姐一下扯,就被人迷晕了过去 这让何叔想到了前期的搭档阿戎 在上一集中,阿戎用同样的手法迷晕了凯瑟琳 并把凯瑟琳绑起来 连人带车推入湖泊 活活淹死 可因为没有证据 阿戎一直向遥反外 那么会是他绑架了卡姐吗 何叔警告阿戎 如果卡姐有半分闪失 即便吹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她 画面转到一处阴暗的仓库 卡姐从昏迷中醒来 只见眼前躺着一具尸体 绑架她的是两个黑社会模样的男子 小黑和小白 小白说死者是他们俩的牌友 因为不听话被他给杀了 杀人是要坐牢的 就是这么巧 他们在网上看到了卡姐是个CSI 便把她绑架来帮忙打扫现场 卡姐是倒了血霉啊 这一集都被绑架了两次了 卡姐集中生智 表示要用到漂白剂 还要把死者体内的子弹取出来 但首先 你们俩得给我松绑啊 小白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糊弄 她全程的拿枪指着卡姐 见卡姐用一把餐刀挖出了子弹 小白瞬间觉得卡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要说你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啊 处理凶案现场哪有这么容易 接下来还要清理尸体上的纤维 用紫外线灯消毒 小白一听 原来这么复杂啊 于是决定先留卡姐一命 卡姐让小白抽根雪茄 能够掩盖尸体腐烂的味道 小白便照做了 她将抽完的烟蒂扔在了地上 跟个霸总一样 命令卡姐把烟蒂捡起来 小白是个色批 她想对卡姐涂抹不轨 卡姐被一顿揍得不轻 就在逆选一线之际 卡姐呐喊道 卡姐用漂白剂 音响线 加上螺丝刀 组合成了简易的检测工具 再取一些人体组织 放入了杯子 鼓刀几下 铜线瞬间就变成了灰色 这说明牌友 死于急性身中毒 早在小白开枪打中牌友之前 他就已经命不久矣 也就说 两个人成了真凶的背锅侠 听吧这番话 小白瞬间老是多了 这就叫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卡姐看出这里 并不是牌友死亡的第一现场 虽说牌友是被堵死的 可小白依然有意图谋杀的嫌疑 至少要在牢里 待上25年 想要脱罪 就必须要把第一现场又清理干净 于是两个人又战战兢兢 带着卡姐离开了仓库 一路上卡姐都在思考 该怎么逃出去 何叔找到了前女友朱莉亚 好歹是个亿万富婆 都三级了 没见她换过衣服 阿荣是朱莉亚的搭档 也是她现任相好 实际上朱莉亚也是被迫的 她从来没有收益阿荣去杀人 可阿荣是个信狠舌辣的疯子 一言不合 就对着她大打出手 何叔劝朱莉亚跟自己合作 要是继续维护这个变态 她和儿子两个人都要死 知道自己闯下大祸的布蒂 主动送来了相机卡 这是上一集中 卡姐在凯瑟琳死亡案的现场 拍下的照片 布蒂只是恶作剧罢了 卡姐被绑架 并非她的本意 不管是凯瑟琳的死亡案 还是卡姐被绑 两起案子都有太多的相似处 实验室在现场的照片中 发现了一根鞋带 这是他们遗漏的线索 小狼慌忙来到拖车场 打断了正在冲洗的师傅 从一堆黏液的枯枝烂叶中 找到了这根鞋带 通过比对 正是来自阿荣的鞋子 这意味着 阿荣就是杀死凯瑟琳的凶手 他当时用力将凯瑟琳推进湖泊 鞋带卡在了车子的保险杠上 被一起带入了水底 不换衣服我忍了 一个礼拜不换鞋是怎么回事 何树并不是一定要置阿荣于死地 他希望阿荣能够说出卡姐的下落 争取宽大处理 可阿荣非说自己与卡姐无关 他杀死凯瑟琳 是为了讨好朱利亚 而绑架卡姐 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 说把阿荣对着桌子 碰碰地撞起了脑袋 他刚打听过了 这间审讯室里的监控恰好坏了 要是何树一定要抓他 他就诬险何树行讯逼拱 驱打成招 还偷了他的鞋带陷害自己 这货真是个疯子啊 脑袋上的瘀青 让何树百可莫辩 只能暂时先放他走 直到现在 小组都对卡姐的下落一无所获 最心急的莫过于艾瑞克了 卡姐被绑架时 一颗子弹穿过车窗 弹弹弹 最终弹进了后备箱里 通过弹道比对 子弹来自一个叫做阿黛的烂毒鬼 可阿黛说那把枪已经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 他不知道引走枪的人是谁 不过说出了地下赌场的地址 温博里街1429号 事不宜迟 CSI小组慌忙赶到了这家地下赌场 原来这里就是卡姐先前被绑架的地方 弱大的仓库只剩一张赌桌和那具盘友的尸体 现场弥漫着漂白机的气味 尸体已经被处理干净了 包括重新摆放了位置 用捏捏勒除掉了衣服上的纤维 不过身为见证人员 卡姐怎会轻易屈服 他悄悄在墙上留下了很多指纹 这些指纹组合成了数字60 这是两人小组的警方代号 卡姐这是暗示同事们 绑匪有两个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听说仓库里出了命案 房东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他说自己是个合法商人 对仓库里的命案毫不知情 卡姐被劫持到了死者下 这里也是排友撞枪的第一现场 小白炫耀道 你看我们把现场打扫得多干净啊 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杀人的痕迹 卡姐微微一笑 普通人是无法清理干净痕迹的 擦拭过的血迹 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 瞬间原形毕露 这俩货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凡多看两集CSI 就知道如何处理凶案现场 哪有这么二 真的抓个CSI回来帮忙处理的 小白和小黑说 死者是地下赌场的组织者 两个人正是对赌桌上的钱起了贪念 因此才会逼迫死者 说出下一届赌局的组织地点 当时死者正在喝酒 他突然冲了上来 小白一是没空之住 就对着他开了一枪 死者早在中枪前 就已经快被毒死了 所以卡姐觉得 一定是有人在他的酒壶里下了毒 小白和小黑也很想知道谁是真雄 于是照着卡姐的吩咐 买来了点酒 两个学者把卡姐绑过来 上了一堂生动的化学课 他们看着卡姐加入点酒 点酒的烟雾辅着在了酒壶上 显现出了几枚清晰的指纹 想要洗脱嫌疑 只需要提供自己的指纹 做比对就行了 小白很顽固 他怎么可能把指纹交给警方 倒是一旁的小黑愿意合作 趁着提取指纹的间隙 卡姐悄悄策反小黑 他既没杀人 也没抢劫 只是帮忙打扫现场罢了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卡姐说要用到漂白剂 于是小白再次叮嘱小黑出去买 这是他脱胜的大好机会 与此同时 女法也发现牌友死于急性生中毒 通此点来说 他是被劈霜毒死的 中毒导致他心脏停摆 他起身的瞬间 又被小白开枪打中 法医在枪口中 挖出了一个烟蒂 原来卡姐当时捡起了 小白抽身的雪茄 悄悄塞进了死者的伤口 通过烟蒂中的DNA 警方很快锁定了小白 这会有过侵犯妇女的前科 难怪一直想对卡姐图谋不轨 经过卡姐坚持不懈的策反 小黑终于动摇了 他主动来到警局自首 还送来了死者用过的酒壶 正如卡姐所言 他既没杀人也没抢劫 再加上自首立功的情节 警方不会为难他的 原来两个人在网上 看到了卡姐的信息 便打电话把卡姐骗了出来 小黑躺在马路上 欺骗卡姐下车查看 小白则悄悄从背后 用割罗方迷晕了卡姐 如今卡姐被关在洛克大街 7501号 事不宜迟 特警队来到了小黑口中的地址 可这里仅人去楼空 这里是死者的公寓 墙上挂着他和房东的合影 先前房东还说什么 自己对地下赌场的事情毫不知情 原来死者叫做罗伯特 他和当地的黑帮狼狈为奸 抢占了房东的仓库做地下赌场 房东也很生气 不过他发誓 人不是自己毒死的 艾瑞克急得要命 卡姐是都失踪了多久了 如果他发现房东知情不报 艾瑞克一定不会放过他 与此同时 由于出门购物的小黑迟迟没有出现 小白还是起了疑心 我救赎你们两个刚才嘀嘀咕咕 一定没干好事 不过这样也好 小白打算带着卡姐一起去抢劫 赌场严禁外人进入 卡姐的警察身份便是最好的通行证 事成之后再杀人灭口 简直完美 何叔第二次穿上了白大褂 亲自上阵 他在酒壶上提取到了更多指纹 通过比对 终于锁定了毒死罗伯特的真凶 他就是那把枪的主人 先前审讯过的烂毒鬼 原来烂毒鬼也曾是个成功人士 有房有车有游艇 这些东西全部输给了死者 他觉得罗伯特的手机太网了 便悄悄往他的酒壶里加了砒霜 这样才能增加自己赢的几率 罗伯特事后喝了酒 引发了急性性梗 现场已经被卡姐打扫干净 不过他故意在桌上留下了发酵粉和葡萄汁 原来卡姐趁着小白不备 用溶解的发酵粉在纸上写了字 发酵粉就像是隐形的墨水 在葡萄汁的浸泡下显现出了Dessent俱乐部的字样 原来那里就是下一场赌局的地址 小白带着卡姐打算把那里的赌客全给抢了 开门的是房东 只见赌局已经开始了 小白让他们放下手中的牌 交出桌上的钱 被三大帅哥拿枪指着脑袋 惊不惊险 意不意外 他撞着手里有人质 不想和阿飘敲咪咪出现在了身后 卡姐可是团宠啊 这货从头傻到尾 这智商基本以后也告别犯罪了 卡姐没事了 艾瑞克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今次一劫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似乎又进了一步 事实证明 被打坏了脑子可以治疗花心 何叔忧心忡忡 这次又让阿荣这个变态逃脱了 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潜伏在朱利亚和儿子的身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中 第一分01秒何叔有混混们枪战时 以及篇尾第40分50秒卡姐被解救时 两个场景的配乐 都制定了1968年上映的经典电影西部往事 拣选自电影中的经典配乐 Man with a Harmonica 此外 这也是布地的扮演者布兰登费尔 最后一次出场 此后他便在另一档美剧《十股寻踪》里 饰演男主的弟弟杰瑞德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